9月25日 娱乐圈又不太平了 有媒体晒出了一张截图 并好奇地询问 肖战被实名举报税务问题了 这是什么情况 蒋依依宋佐尔等人的税务风波还未平息 谁能想到 顶流艺人肖战也被人实名举报投税漏税了 这一消息迅速引发广大网友的热议和关注 有媒体发现在国家税务总结 北京市税务局官网税收违法行为检举一栏 可以查询到这么一则举报内容 因为网友实名举报肖战 疑似勾结导票投税逃税 要知道宋佐尔当时出事 就是这样被举报的 有人觉得肖战作为顶级流量赚的这么多 如果投税漏税的话 金额一定也很惊人 这次举报之后 他可能就会跟宋佐尔一样凉了 也有人期待看到肖战出事 觉得他坐顶流的位置也够久了 但是业务能力一直不太行 如果肖战真的出问题 那流量的格局可能也会发生一些洗牌 都有瓜众在讨论他的资源怎么分了 从曝光的截图上看 是有网友在2023年的时候 实名提交了对明星肖战的举报 并且还提供了被举报人的身份证号码 从露出的身份证号码信息上看 被举报人的生日是10月5号 与明星肖战的生日完全吻合 所以应该就是肖战的身份证号了 而举报的内容也相当劲爆 从爆出的图片来看 在检举内容一栏 举报人洋洋洒洒写了一大串 首先举报人在信中列举了肖战出演话剧《如梦之梦》期间 官方的门票价格最高是1880元左右 但正常渠道根本买不到票 只能从黄牛那里搞到票 但正常票价被黄牛炒到了3万元一张 并且这高达3万元一张的门票 品牌方却是以抽奖的方式出票 具体的操作方式也是真的有意思 很特别 是粉丝找到黄牛买票 然后黄牛把信息上报给某些人 某些人通过网剧合作的官方公众号进行抽奖 把买票的粉丝列为中奖者 从而达到让买票人中奖的效果 事后黄牛赚了大钱 直接在朋友圈发文 说自己喜提北京好几套房 也正是因为此操作 他合理怀疑肖战和黄牛 话剧方三方勾结 搞价卖票捞钱 因而同时还怀疑非法避税 另外 举报人称肖战从19年到23年商务的代言费用 是25000元每两年 演艺片酬报价约为3000万元 在2020年的时候 小展发布了自己的付费单曲光点 这首歌曲销售金额已经超过了1.6亿 个人收入至少达到了11左右 但至今没有看到他工作室和相关公司发布财报 举报人认为其中有猫腻 最后 举报人称 21年8月 小展爸爸全资开了一家公司 之后 小展的收入就全部转入到了该公司 举报人认为 这里面设限将个人收入转化为企业所得 从而偷税漏税 并且没有公开任何财报 这一点和之前网友举报宋祖儿的内容非常相似 都是把个人收入转化为公司收入 之前娱乐圈通报的偷税明星圆兵言 也是把个人收入转化成了公司的收入 从而达到了偷税漏税的目的 由此可见 明星用这种方式避税非常常见 并且因为这个举报页面和宋祖儿当初的那个举报页面相似 所以小展这一波也很快就被刮圈关注到了 很多人表示 小展有可能也要因为偷税漏税被封杀 只是该举报者所检举的内容是否属实呢 单凭他的一段文字 就说小展偷税逃税 未免太没有可信度了 很多网友 尤其是小展的粉丝表示 娱乐圈谁他房都不意外 但小展绝不可能他房 众所周知 227事件小展就差点翻车了 多方势力暗中打压 企图让刚活起来的小展跌落深渊 可最终小展挺过去了 如今更是成为娱乐圈的中流砥柱 这么大的难关都过来了 难不成小展还过不了金钱的坎吗 也有网友认为 现在娱乐圈任何一个明星翻车都不是稀奇事 因为这些年我们见过大多大排明星翻车了 没有翻车的时候 哪个不是光鲜亮丽的大明星 可一旦翻车就会强到众人推 没人救得了 所以在该检举信曝光后 引起了不小的关注 并且也有很多人觉得检举内容并没有实锤 但有主观猜测 所以可信度不高 要知道税务问题关系重大 娱乐圈多少光鲜亮丽的明星 都因为投税漏税而失业停摆 后被跌入谷底 前些年的范某兵 还有邓伦 松祖儿等人 如今在内鱼都听不见他们的消息了 不知道他们可有悔恨 网友这次举报小战的这种行为 可谓是直接打手背上了 并且举报网友还提供了一个附件里面显示 是小战一次勾结倒卖门票投水的东西 虽然看不到照片的内容 但光从名字上看已经挺吓人了 目前北京朝阳区税务局的举报中心 审批港已经回复 说自己已经收到了相关的检举信息 回复的日期是2023年的9月 然而令人不解的是 尽管有这些爆料 但税务部门似乎尚未发布 与小战涉税问题相关的通告 小战的粉丝也很快注意到了网上的争议 他们表示小战在税务方面没有问题 目前小战和他的工作室仍在不断更新 似乎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而且税务部门网站显示举报已被收礼 这表明调查已经完成 没有问题 然而受礼并不意味着此案已经结案 因此不能保证举报者的指控是毫无根据的 并且小战虽然早期是流量艺人 但近年来致力于自我提升 逐渐转型为实力派艺人 同时他也积极引导粉丝做正面的事情 此前他还带领粉丝 为兰州农民伯伯滞销的农作物处理 一下子买空了60吨的存货 极大地解决了对方的困难 当时这件事还被当地新闻报道 可见肖战的真能量是受到认可的 针对这一事件 肖战所属的经济公司迅速发表声明 回应了粉丝和网友所关心的问题 并声称 该举报内容均为不实传闻 并强调肖战一直以来都严格遵守 国家法律法规和税收政策 将保留一切合法权益 并呼吁广大网友和粉丝 不要轻信未经证实的传闻 不知道大家看完这个爆料以后 内心是什么感想 从我个人来看吧 这个举报信息有内容 但是并不多 因为举报人用了大量疑似和怀疑的语气 如果是一个手握真正实权证据的举报人 在举报时不会用这样的口吻说话 而且不知道大家发现没 北京税务部门已经收到了相关的信息 可反看网上动态 税务部门好像没有发布 关于肖战偷税漏税的任何通报 这种情况可能由两种解释 一是税务部门尚未完成调查 二是调查结果显示肖战没有问题 我其实更倾向于后者 因为税务部门如果调查的话 必定会联系肖战方面进行沟通和协助调查 如果肖战真的有问题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肖战和工作室应该焦头烂额 战战兢兢 反观肖战 个人账号还在正常更新动态 工作室也正常分享日常 完全不像是出事的样子 所以我个人觉得 应该是税务部门联系了肖战调查之后没问题 事情就不了了之了 不过话怎么说呢 娱乐圈明星浮浮沉沉那么多 很多你以为有事情的 可人家就是没事 你觉得绝对没有事情的 偏偏却出了事 长得帅的明星还能调娼 热镜抖金的艺人还能偷睡 娱乐圈没什么不可能的事情 粉丝们也不用着急替肖战辟谣 税务的事情谁也说不好 粉丝也不了解内幕 所以这个时候大家闭嘴就行了 静静地等着税务部门的调查结果 如果发现有问题 那么相关部门将会采取行动 如果没有问题 那么肖战将能够喜情冤屈 这对他的声誉和事业都将是一次重要的考验 无论结果如何 都应该在合法程序下对待肖战 对于肖战来说 这次涉税风波 无疑是一次严峻的考验 作为一位有影响力的公众人物 他需要承担起更多的社会责任 在这个关键时刻 肖战需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积极配合相关部门进行调查 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同时 这次事件也对整个娱乐圈敲响了警钟 作为公众关注的焦点行业 娱乐圈艺人的行为举止一直备受关注 这次肖战涉税风波 不仅让人们更加关注艺人的税收问题 也促使整个行业反思 如何加强自我约束和规范行业秩序 在这场风波中 无论是肖战还是其他当事人 都需要保持冷静和理性 实名举报的网友 通过合法途径表达了自己的诉求 相关部门也积极受理并展开调查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应该尊重法律程序 相信相关部门会秉持公正 公开 透明的原则 为这起事件寻求一个公正的解决方案 对于肖战来说 这次事件也是一次重塑公众形象的机会 他需要认真对待这次事件 积极配合相关部门进行调查 展示出诚恳的态度和负责任的精神 同时他也可以借此机会呼吁广大艺人以身作则 自觉遵守税收法规 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 最后 这起事件也让我们深刻反思 娱乐圈的现状和问题 作为公众关注的焦点行业 娱乐圈艺人的行为举止 一直备受关注 这次肖战涉税风波 不仅让人们更加关注艺人的税收问题 也促使整个行业反思 如何加强自我约束和规范行业秩序 在这个过程中 公众 行业和相关部门需要共同努力 为娱乐圈创造一个更加健康 规范和可持续发展的环境 让我们继续关注这起事件的进展 共同期待相关部门为公众带来一个公正 可观 透明的调查结果 同时也希望肖战能够以积极的态度 面对这次挑战 展现出诚恳的态度和负责任的精神 为自己也为整个娱乐圈树立一个良好的榜样 在这边